你們兩位會成為莫逆之交 忘年之交 佑佳是真的嗎 我覺得其實就是一個老師 一個老師 不同的老師 因為譬如說可能公司的老師 就是好像學校老師這樣 對 可是我覺得這個是心靈老師 心靈的老師 好嚴重 心靈老師啦 輔導 輔導老師 輔導你的心靈的嗎 你的哪一塊心靈需要輔導一下 不是 我覺得是有時候 因為我覺得像我喜歡音樂 所以其實我覺得音樂是反映一個人 所以就是在討論音樂的交換的過程當中 其實也是給一些新的價值觀 你給你一個機會 你怎麼介紹他 歡迎陳小霞 我已經說過了 這句我已經說過了 你現在他有做多少曲子 你想想看 我從劉文鎮 從劉文鎮寫到 那一首叫《春夏秋冬》 我有公典嗎 對吧 《春夏秋冬》 怎麼唱 唱兩句 《春夏秋冬》是什麼 一絲微風 吹醒我心靈 這首《春夏秋冬》 對 那一個專輯 劉文鎮的那一首專輯 就是什麼《三月裡的小雨》對不對 《三月裡的小雨》 你問他他怎麼會知道 真是代溝啊 生氣了 所以你看這一點是不是很驚人 從劉文鎮寫到林佑佳 真的 從劉文鎮寫到林佑佳 好 那個郭靖的那首《在樹上唱歌》 對… 這首歌呢 讓這個 《春夏秋冬》老師在去年呢 得到了這個金曲獎的最佳作曲人 那有些人說 終於 做了三十年的曲子 小夏才終於 等到這個金曲獎 我跟你講 得獎是很難講的啦 真的 對不對 就比如說 去年 因為佑佳 可以算是金曲獎的遺珠嗎 很榮幸被這樣稱呼 那今年呢 今年你有報嗎 今年來不及報 有說今年那些我沒有發東西 我就說這張 這張專輯就會報了 對 那明年就會報了嘛 對不對 嚇了一跳 我想說那每年都魚豬恐怕也不太一樣 好 所以那個小夏老師在去年的時候 那就是因為這首寫給郭靖的叫 《在樹上唱歌》 得到了年度最佳歌曲 然後也得到了最佳作曲人獎 所以太多首了 那佑佳如果說讓你來唱一首 老師的歌你會選哪一首 其實我覺得老師有很多歌 然後其實我自己也有 已經有四首小夏老師的歌了 對 你這麼好 已經幫你寫了四首 對 對 對 那如果先唱一首別人的呢 就是大家可能已經很耳熟冷響的了 那就是十年吧 對 偶像的歌 陳奕迅的歌 也是陳曉曉老師的作品 那佑佳不要客氣 就跟人來一對好不好 來 佑佳演唱陳曉曉老師的歌曲 十年之前 我不認識你 你不屬於我 我們還是一樣 陪在一個陌生人左右 走過千天 熟悉的街頭 去年之後 我們是朋友 還可以往後 只是那種溫柔 再也找不到擁抱的理由 千讓最後的面容為朋友 好聽耶 謝謝… 哇 曲好聽 我覺得佑佳唱這首也好好聽喔 當然跟陳奕迅的詮釋不太一樣 一直有他自己的一個詮釋方式 第一場我覺得他的歌聲 更有這種辨識性 謝謝 今天可能很多人第一次看到 原來我們可能聽到的 有很多人一直說 從小聽你的歌長大 你從劉文臣開始做 那怎麼辦呢 對不對 就是有很多的歌 陪伴我們成長的 都是陳曉霞老師的作品 可是我今天 其實我也是第一次見到 陳曉霞老師的本尊 我覺得你這頭藏髮 這是註冊商標嗎 因為我懶得整理頭髮 你是因為懶 所以就沒去剪 有剪就自己剪 在家裡剪 佑佳 你可以想像那個場面嗎 我有試過自己剪 後來被笑 高中的時候 其實剛才我們一路在聊 因為這一次就是說 這個林佑佳他退出了新的專輯 當然裡面有這個 曉曉老師寫的歌 那剛才其實我就想到說 他幫很多的天王天后 做過很多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歌 然後這個 也幫蘇睿做過一首歌對不對 對 聽說你做這首歌 你還特別覺得是一場宿願 有這個味道嗎 對 因為 我一直很喜歡蘇睿 對 你看看那個搭載車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還是剛出來寫歌的時候 對 有一天就是蔡震嵐突然打電話說 小小 你要寫歌嗎 我說給誰 他說給蘇睿 我說好啊 我一直很想跟他合作 對 當他跟我講說是台語歌的時候 我嚇一跳 我第一件事就問蔡震丹 我說蘇睿閩南語講得怎麼樣 他說講得非常好 這個也是讓我沒想到 這個也是讓我有點意義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蘇睿姐 她的台語可以講得這麼好 對 那就也是一場宿願嘛 寫的時候當然也是有很多 很多的想像 希望他唱出來這個那個那個這個 可是他後來唱出來的是 不但是合乎我的想像 而且超越 超乎你的想像 對 這首歌就叫做 花若離枝 火若離枝 火若離枝 這要用台語來念對不對 因為你寫的就是台語的歌詞 對不對 火若離枝是 陳曉霞老師寫給蘇睿小姐所唱的 我們再來聽一段好不好 我們要聽聽 因為其實曉霞老師自己也很會唱的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他在去年底的時候 還開了一個演唱會有沒有 對 好 等一下我們再來聊這一段 我們先聽 火若離枝好不好 我唱一小段 好 一小段一小段 因為蘇睿唱得太好了 而且呢 因為這個曉曉老師說 她是沒有在電視上給她唱歌的 今天要唱一下 火若離枝 因為根源 像一小段 天為貴 跤 寒島天的會變春氣 天為沙 寒冷的會變春氣 耶 借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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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不錯 有沒有又加這個小小老師的歌詞 有不同的味道 其實我要講 其實我個人很喜歡 偷偷收藏小小子的demo 真的嗎 他可能 有時候會請他借給我 要請他給我聽 他會跟我要 老師 你有沒有哪一首歌的 原來的demo 我想聽聽看 對 比如說我發表過的歌 他會跟我要我原來的demo 他想知道一下說 我原來唱的 跟後來做出來的 有什麼問題 所以悠感你是想 從裡面偷學什麼嗎 不是 其實第一個是想要知道說 一首歌的demo都要完成之後 他中間可以差異多少 就是那個想像 是不是很超越想像 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很實質的原因就是 其實我很喜歡聽老師唱歌 對 他有時候唱歌呢 一個 比如說一個句子不是很激昂 樂句不是很激昂 可是你聽到他的口氣的時候 你會覺得 好真喔 好真誠 然後覺得你會 他那種讓你覺得 喜歡跟感動的感覺 不是因為一個人唱得很用力 或是幹嘛的 對 可是他會讓你覺得 就是有打動到 所以我很喜歡聽他的 就淡淡 可是我覺得那個情緒很... 很真很...